晚餐採用中國雲花球集會主辦的2016年 中國雲花球俱樂部超級聯賽 今天比將看得去有五盤安心百分百俱樂部 出場迎戰戈爾多斯1980俱樂部 再次感謝頭角王臺 中國聯合同超級的大力支持 中心體育聯合愛比體育 優酷視頻 為觀眾提供工作 聽超賽事的網絡直播和視頻點播 再次感謝上機構携手聽唱聯賽 為廣大觀眾球迷帶來精采參訓 關注平常聯賽微信 微博 平常網網 以及中心體育的微信公眾號 參與平常聯賽球迷互動 還有機會獲得平常聯賽籃票 金融機會與運動員合影表現 在這裡我們要為親愛情勢 相信很高層的所有觀眾朋友們 請您按照陸強市 標明的過創入駱 照顧我身邊的老人和小孩 在比賽中 請您不要隨便活動 隨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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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專輪 隨便活動 歡迎 恭喜是平常融合 我很感激 比較快 歡迎 毫停 兩位球手分連續 馮耀南 馮天威 在這裡再次的溫馨提示一下我們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在您比賽中 請關閉閃光灯拍照 請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關閉您的閃光灯拍照 感謝你的配合 輪到 那麼在聽到的比賽中 第一組的比賽 所以說是 大家都是主一種試探性的 就是你打一下 我打一下就 我開始了 我這次已經沒事了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們 歡迎來到2016年世界 2016年超級俱樂部平方球聯賽的這個比賽現場 那麼今天也是為大家帶來武漢安心百分百隊的比賽 那麼第一場是由武漢安心百分百隊的馮耀南對陣馮天威 那麼這個球擦網 那麼就像我之前所說這個 在這個賽季啊 武漢安心百分百隊以700萬的高價 簽下了這個劉士文 哎 這個球 哎 這個戳過去以後 直接撤身的一個拉球 也是很具有這個主動性 那麼 方亞蘭發球 哎 正如拉起來 好的 我們就我剛才所說啊 這個武漢安心百分百隊 在這個賽季以700萬的高價 簽下了這個劉士文 那麼劉士文也是在上一場對陣長白山 對的時候一舉拿下了關鍵的兩分 那麼最終由黃雅蘭 武漢安心百分百隊的這位黃雅蘭選手 最終拿下了那一場比賽的 在大分二百二平的時候 拿下了最關鍵的一分 為武漢安心百分百隊拿到了勝利 那麼在近況看來近幾局 就是近幾場比賽 看來這個劉士文 在這段時間的這個狀態還是很好的 哎 這個吃發球 這個球租的還是很不應該啊 那麼其實在乒乓球比賽中啊 在第一局還有第二局的時候 可能大家處於的都是一種互相的試探性 對 互相的這種試探 你試探我一下 然後我試探你一下 這種情況 那麼現在比分來到4比4 放完籃發球 反手拧起來 哎 好球 一個吃發球 把兩點先 放手拧起來 哎 好的 那麼就像我說的 在乒乓球比賽中第一局 因為大家這個熱身的狀態還不是很好 我們看這個球一個正守位 然後壓過去的時候 哎 這個球應該是擦邊了 那麼是4比6 挖起來 正手拉起來 來 上手 哎呦 好球 哇 這個反拉 好的 那麼在前兩場 武漢星百分百隊的比賽中 這個發球籃選手 一直打的都是這個三號位 可以說一直都是三號位 那麼在這一次比賽中 也是第一次打的一號位 我們看一下發球籃 在這場比賽中 可不可以取得 這位武漢星百分百隊 取得這個第一場 可以說是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那麼現在是5比7 反而來凝銜兩分 反手凝起來 好球 繼續壓 哇 哎 好球 這個沒有邊線 邊線沒有成功 那麼在這種高水平的運動員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球 反手凝起來 壓到反手 繼續對攻 然後一個正守 換線 哎 好球 那麼其實這個球在上勾的時候 如果可以再多一點這個旋轉 不光是往前推 多一點往上推 看這個球要變換發球 哎呀 果然 反手 這個球 明明是自己變換的這個 發球的形態 所以說這個發球的狀態 那麼 最後有對方的一個處理球 然後自己沒有跟上 也是一個失誤 7比7 正式拉起來 反手凝 哎 好球 漂亮 那我發現在第一局比賽中 雙方都是沒有進行很多的變線 那麼在這種高水平的運動員 變線還有發球的變換 還有這個互相之間這個球性的打法 是最重要的 那麼其實變線呢 也是現今的這個世界型 乒乓球比賽中 這個戰術最流行的一種打法 因為 尤其是這個變線 你不可能說手 說變就變 哎 我想變的正手 我就變的正手 我想變的反手 我就變的反手 這個是不行的 那麼看這個是8比8 正手拉起來 哎 好球 那麼這個一個變換發球 一分是8比9 我頭很差 有了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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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达到第一局比赛的据点 挫起来 哎呦 哎呦 机会球啊 那么随着这个冯田维最后一个球的这个拉球输 这个上手的输 那么也是很轻松的翻篮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虽然这个比分是8比11啊 但是我们通过这第一场比赛 如果说冯田维在第二局或者是第三局比赛中 不做很多的变化 不做这个打法上的变化 就是一直在跟冯亚兰来进行反手的对攻 然后让冯亚兰来找机会来进攻的话 那么冯亚兰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应该是不难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冯亚兰更适合于这个 呃 反手的对攻以及正手的这个对拉 那么冯田维可能在之前这个比赛 这个第一局比赛中 呃 赢球的几分 呃 其中有4到5分啊 可以说都是这个通过变现 呃 来拿到的胜利 那么我们看一下经过第一场的热身 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打法之后 第二场 那冯田维到底要采用怎样的战术 即战术打法 来 博回 所以在凡亚兰手中博回一分 那么现在是第二局比赛 凤天维发球 那么本次的这个2016年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的这个规格 还是在第一局第二局第一场第二场还有第四场中才就用五局三胜制 那么在第三场采用的是双打 第五场采用的也是 对五场虽然是一个单打 但是是一个三局两胜制 那么第三场的双打也是三局两胜制 诶 我们看这个赛场出现什么情况 应该是脚下有水吧 应该是脚下有水 对的 实际还有水 那么因为乒乓球更在乎的是下盘啊 这个腿部的力量 就是蹬这个小腿这个滑步啊 还有上步 还有这个通过变线啊 还有击战术术打法 都是需要这个腿部来进行一个支撑点 所以这个脚下滑是一个最致命的一点 诶 我们看这个发到正守卫 哎呦 好球 不慌不忙 在对方凡手卫拧起来的时候 自己一个反手的压球 把球压到对方的正守卫 搓起来 正式拉起来 诶 好球 1比3 诶 2比2 我们看一下 拉起来 诶 好球 我发现这个方向蓝 呃 这个打法更具有这个主动性 更具有主动性一点 诶 好的 那么冯天维想要拿下这局比赛的胜利 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打法更偏向于主动一点 如果一直让这个方向蓝来进行上手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比赛的 诶 诶 挫起来 来 转成宁 诶 这个球丢的有一点随便 这球丢的有一点随便 这个球丢的有一点随便 在那么远的后台进行拉的话 手里一定要有数 那么 不能离那么远的情况下 把手放得那么开 诶 好球 我们看这个球手部的力量比刚才那个球要紧很多 3比4 最后的一分 拉起来 好球 好的 这个正手的对攻 我们看 反手 然后正手 那么这个 风天威 他的这个打法偏向于这个 呃 变现 我们发现他在这两局比赛中 赢得的球数大部分都是这个变现 可以说都是通过这个正手位 还有反手位的这个变现 那么 看一下他能不能把这个打法 能不能一直观察到最后 我们看下这个发安兰能不能适应这个打法 发安兰更注重的是一个点 正手的拉球还有反手的反拧 哎 搓起来 哎 好的 这个球其实发的是比较有这个专业性 我们看到这个球是一个侧选 对方如果是搓球的话 搓过来就是一个半高 那么拧球也你没有办法拧到这个正手位 所以发安兰在刚才那个球发完球 然后很果断的进行撤身 那么也是 就是如愿的对方把那个球打到了反手位 然后车身的一个正手拉 反手拧起来 哎好球 继续放入对攻 哎 这个球机会球 但是现在比分是5比8 反而来落后 落后三分 哎 正手进 哎呦 好的 这个正手的挑球很果断 看看对方发球 他有一瞬间的犹豫啊 有一瞬间想搓 但是他看到这个球的这个旋转 还是进行了这个挑 那么对方打了一个 也是一个措手不及 反手拧起来 继续放入对攻 哦 那么这个冯天威每次在 呃 方向来发球 然后起来的这个进攻的前三半 前三半 可以说都是 很具有主动 哎呦 好的 我看这个发到正手 然后搓起来 然后拉球 好的 很典型的一个发球前攻 那么在这段时间 这个世界级比赛上的这个技战术打法 呃 从原来的最早的这个前三半 前四半 到达了现在的前八半 乃至 前九半 我们看这个球 反手对攻 然后正手 然后反手 继续正手 哎 我们看这个球至少打了六半以上 那么也是从原来的四五半 到了现在的八九半 那么这个也是带领了这个现代的乒乓球技战术打法的这个转变 我们先看这个球 哎 哎呦 好的 11比7 风天威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 拿下一局 啊 扳回一局 那么现在大比分是1比1 正手 哎呦 好的 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 现在中国乒乓球界的打法 可以说是板数越来越多 呃 从最开始的这个四五半 那么通过这个板数的增加 那么对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 还有这个技战术打法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从原来最简单的这个发球抢弓 到现在的发球抢弓以后 我要想着下一板 呃 我这个是反手拉过去 还是正手拉过去 还是反手逆营 还是正手的搓球 那么也是 显示着现在这个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 乒乓球的这个技战术打法也是越来越难 那么对于选手的要求呢也是越来越高 因为在场上 乒乓球的这个比赛跟这个足球篮球啊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足球如果你设失误了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下一个球的主动权给队友 然后以此来这个挽回一下自己心里的这个状态 但是乒乓球不行 场上只有你和你对手两个人 就是任何的失误 不能妨碍你站在比赛场上的时候 这个心态的准备 那么第二局的比赛结束现在来到第三局 范亚兰1比0领先 范亚兰发球 正手 拉起来 好球 哎呦好的 我们终于在经过了两场两局比赛啊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范亚兰主动的变现 那么也是取到了很大的成效 那么肯定是刚才教练在指导的时候 也是跟这个范亚兰说 那么要多进行变现 哎这个球擦边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裁判怎么给 哦擦边 那么是两个球啊 在第一场比赛 第一局比赛中就是有擦边 那么第三局比赛又有擦边 哎正手 哎好的 这个反手的一个托 然后 我们看这个发球直接反手的一个长球 一个大奔 然后撤身 想得很好 从他发球的一瞬间 球发出去一瞬间就已经进行了撤身 那么就是他在发这个球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这么打 哎 好的 现在比分是2比3 范亚兰领先 正手搓起来 吃吃辣 哎呦 这个球很 很简单的一个拉球啊 怎么会丢呢 不然还是手有点紧 我那位发球 发出你哎呦 好的 哇这个这个反手的一个暴跳 但是对方也是 啊反手一个暴跳 然后很简单的一个车身 车身但没有用力 是借力 把盘放到那里 然后把它挡过来 车身拉起来 压到反手 漂亮 比分来到4比4 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 封天威 把比分搬到了4平 现在是方亚兰发球 要变换发球了 哎 正手 拉起来 哎 好球 好的 5比4 我们看这个正手 然后搓起来一个撤身 拉到正手位 好的 哎 选择反手 哎呦 好球 那么这个冯天威在处理这个球的情况下 还是很果断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今的比赛 好多正手的短球 都是用反手来拧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 这个现今的打法 就是跟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板数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 反手的顶球比正手的撮球 更容易控制球 更容易就是说 我把它 多一点旋转 然后 或者拧到我想拧的地方 但是撮球就没办法 换这个球 哎 所以现在现今 大部分的这个 职业的这个球手 都是选择正手的一个拧球 反手拧球 但是这样 需要很快的跑到自己的反手位 因为你是把反手位 跑到了正手位 反手 哎 好的 5比7 方向来 领先 我看这个球 这个球方向来 犹豫了 在揭发球的一瞬间 享用力 但是没有用 所以球过去 没有一点质量 看这个应该是个侧拳 可以侧拳 拉起来 反手防住 继续防 防高球 哎呦 继续 我们看能不能放到正手 哇 哎呦 哇 正手 哇 好球 哇 这个通过自己前两板的这个防高球 然后转换到了进攻 虽然这个球失误了 但是也是打出了气势 我们看这个球 然后回身 我看这个对方打过来 然后回身直接一个反手 哇 好球 然后一个撤身 但是对方也是防住了 然后那个撤身 最后一个撤身 如果进行正手位的话 我感觉会更好一点 那么现在比分6比7 哎 18球 那么送了一分 比分分差来到2分 这个 这个 风天威发的这两个球至关重要 决定了这个赛点球 到底是在自己手里 还是在对方手里 在对方手里的话 就有点难了 操王 那么操王球也是预示着 这个场上的选手心里 状态有一点变化 我看这个反手 亚特成手位 哎 好球 撤身 哇 很主动啊 一般的选手的话 这个球都会选择反手 继续的这个 我们看 都会选择反手的 我们看这个球都会选择反手位 但是他 很果断的这个方打来 很果断的这个撤身 哇 这个也是富贵 显中球啊 那么比分来到了6比9 坐下来 好的 那么 富贵兰拿到了第二局 第三局比赛的据点 那么通过 这两个球 冯天威的 这个处理上 我们发现 我们看到这个冯天威的心理状态 有一点变化 那么再想拿下第三局的话 有一点困难 对 那么最后两个球 这个冯天威的处理上 有着很大的失误 不说最开始的那个吃法球 最后两个球的这个正手位的丢球 都是一个半长不短 正常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这个正手位的爆冲 可以说把脚往里迈进一步 然后以正手拉球来起拉 但是他没有这么选 可能这个当时怕这个失误 然后选择这个搓球 但是搓球力度又没有控制好 那么最后这两个球 输的也是很轻松 那么11比6 当然也是拿下第三局 那么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2016年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的第16轮 武汉安心百分百队对阵尔多斯 那么我们也知道 武汉安心百分百队在去年 就是上一届这个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 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那么在今年签下了刘世文之后 记者也是对这个武汉安心百分百队的教练 带队教练进行了一个采访 那么他们也是很明确的说了 我们这一次就是奔着第一去的 那么前几场比赛 刘世文也的确是起到了很重大 很关键的作用 在武汉安心百分百队陷入烈士的时候 都是刘世文站出来拿到两分 然后最后方亚兰拿到一分 然后英国的比赛 那么现在比分是1比1 这一局风天威希望他能心理状态调整好一点 如果心理状态调整好的话 还是有救 哎呦好的 这个球 我们看这个风天威就适合这种打法 看车身 然后一个正手位 然后一个顶 我发现这个方亚兰这个在第四局比赛以后也是这个对攻也是不逊色于这个风天威 那么现在比分是2比2 哦 漂亮 哦 这个球漂亮 接的漂亮 但是风天威处理的也是很好 3比2 3比2 分天威一点钱 抽起来 拉起来 哎呦 好的 2比4 方亚兰落后两分 正手位 压过去 哎呦 好球 方亚兰也是在经过了三局比赛 也是慢慢的把这个球点打开 也是进行变线 哎呦 这个球 穿身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球的落点 3比5 范仲宁 哎 好的 4比5 这个对攻上还是范兰占据优势 所以范兰拿下这场比赛应该不难 但是一定要稳住 多用自己的对攻优势来打 不要跟对方打这个变线 哎 好的 5比5 连打两分 现在是范兰兰的球权 这范兰兰的球权很重要 到底是追平还是领先 如果领先的话 对风天威的心理状态上肯定是有着一些营养 哎 反手 哎呦 哦 这个变线又是范兰卫很 这个很擅长的一个球种 又是一个变线 搓起来 白短 哎呦 哇 这个搓球怎么能丢呢 这个 我们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白短 这个搓球 哎呦 它是光往下了 没有往前 范兰兰在搓这个球的时候 在手上加了一点旋转 但是这个 冯天威在这个处理 把球接过去的时候 一直往下压 把板形往下压 没有往前 我们看这球反手拧起来 哎呦 漂亮 终于是在对方撤身主动进攻的情况下 自己 呃 一个反手的一个 冲球 可以说这个反手的一个反拉 哎 这个是 冯天威叫了一个暂停 我们看这局 呃 范兰兰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应该不难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范兰兰的教练 如何给范兰兰 呃 知道 暂停 往往是这个比赛中 比较关键的一点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叫暂停 该不该叫暂停 然后该说些什么 也是这个 平凡球比赛中 比较重要的点 好的 回到比赛 哎呦 哇 上来一个这个反手的奔球 好的 好的 把比赛追到7比7 刚才这个球肯定是这个冯天威的教练 让发的 反手的一个奔 我们看这范兰兰完全没有想到 7比7 范兰兰又是范兰兰 反手对攻 车身拉 哦 好的 这个上步 这个球的胜利 对于正常比赛的气质上 其实是有着很大的提升的 这个球对于两方球员都是很关键的 因为处在一个7比7平 那么谁拿 谁就有可能先一步拿到9分 所以这个球 刚才这个球对于这个范兰兰的大 我还正如拉 哎呦 哎呦 这个球丢的 哦 这个球不应该丢 我们看这个丢了这个球以后 范兰兰也是撇了一下嘴 这个球丢的太不应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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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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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ечение的技能 - 打磨 ENERMEISELY 打磨 ENERMEISELY - 打磨 ENERMEISELY - 打磨 ENERMEISELY - 打磨 ENERMEISELY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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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